韩非是荀子的学生 荀子这个人 通常人们都说他是儒家 但是带有法家的特点 荀子思想中有三点 是和传统儒家来讲 是根本对立的 而且这个对立 要比他别的大量的和儒家 有点类似的语言要重要的多 是吧 你看到这个对立 你就会看到他为什么会培养出 那个韩非和李施这样的学生 是吧 这个对立第一就是他倡导性恶论 是吧 我们前面讲 性恶性善本身是无所谓对错的 但是性恶论本身 是吧 他是预设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的那个陌生人社会中的集权统治 是吧 而性善论他背后默认的是一个小共同体 内的温情默默 是吧 因此这个荀子是其字先民的捐持性恶论 而反对性善论 这一点荀子和莫子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么他讲的性恶论后来就被法家接过 那就是法家人性论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表述了 第二 荀子 大家知道 儒家从孔孟以来一直强调罚先王 什么叫先王呢 就是姚圣语汤文武周公 是吧 那么这个先王到了荀子那里就变成罚后王 是吧 那么罚先王和罚后王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所谓的罚后王就是罚金上 讲的简单点 就是谁当王 我听谁的 是吧 至于那个已经死了的那些王 是吧 我听他 他也不能给我什么好处 我不听他 他也不能惩罚我 那就算了吧 是吧 现在的王可是得罪不得的 是吧 现在的王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我想高官后路就得巴结他 是吧 我如果不巴结他 他可能就杀了我 所以我当然得听他的 是吧 至于以前的 那就拜拜了 是吧 所谓的罚先王 其实是罚金上 这是那个 这是荀子和过去的儒家 所不同的另一点 荀子的第二点 就是所谓的 把罚先王变成了罚后王 其实我们知道 先王是已经死了的王 他不能对你行赏罚 既不能给你 你听他的也不能给你好处 你不听他的 他也不会惩罚你 所谓的罚先王 其实只是遵从一种道德原则 是吧 因为先王给你留下来的 就是这个东西 是吧 你遵守这个道德原则 就是罚先王 罚后王就是罚现在的王 现在的王 你惹了他 他会罚你 是吧 你巴结他 他会赏你 是吧 那么现在的王 现在的王 你之所以要罚他 就是因为他是有权有势的 所以啊 罚后王这个话 是和荀子 从儒家立场出发 讲的另外一番话是 其实是矛盾的 荀子自己讲 从道不从军 是吧 也就是说 在道统和军权 发生矛盾的时候 那只能服从道统 不能服从军权 可是我们知道 先王是没有军权的 有军权的王 肯定是后王 或者说是 金上 是吧 那么罚后王 实际上就是 从军不从道 是吧 这和从道不从军 是反过来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前面讲过 古代儒家 小共同体本位 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就是孝高于忠 是吧 就是所谓的 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 可是从荀子开始 他就讲了相反的 一个原则 是吧 就是所谓的 君恩 浓于父恩 是吧 他说啊 一个人 那个 当然如果翻译成 我们现代的语言 就是 一个人呢 那个 你深深的 恩情是归父母的 是吧 但是教养的恩情 是归君主的 是吧 而这个教养的恩情 要归 要高于深深的恩情 是吧 他说 这个君恩和父恩 都应该龙 就是都应该 报答 都应该尊重 是吧 但是两者并龙 天下就要乱的 是吧 那么因此 两者都 要做出选择的时候 应该怎么选呢 就是君恩 浓于父恩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那已经和儒家的原则 完全相反了 就是 就是爹亲娘亲 不如皇上亲 是吧 就是 那个 不是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 而是为君绝父 不为父绝君了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父亲没有皇上宗教 是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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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讨好皇上 就可以杀爹杀妈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这样 那么这种 这种说法 当然也是和 传统儒家的道统 完全违背的 有了这三个违背 那么 寻止再讲那些 儒家的一些 其他的那些话 起的作用就不大了 所以我们就 很容易理解 他为什么会培养出 像韩非 这样的 这个学生